仙芝长得又刷又简单还强 你为什么还不会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尾泰 这一期的话给大家带来是这个帅气的仙芝 记得 这款皮肤真的非常非常好 好就好在我们用来勾引他屠夫是实在最适合不过的 那么开局我们先试探先躲一下 开机这个点位说实话是撞回点 那么看到这个 这个我们屠夫差点变成抢了 赶快伸出头来 看一眼 哇 让他感觉就是我这个仙芝好像 就是说微微索索又很害怕的感觉 哎实际上 我们伴侏吃老虎 那么我们玩先知的话一定要注意啊 要倒着走 那么倒着走经常卡摩怎么办啊 说实话你就玩玩先知练习一下 这个就是你因为经常卡摩 然后的话 你就知道这个模型哪里有 哪里有会有模型会把你卡住 然后你要多失误 然后这样子的话就锻炼出你这个六鬼的能力 你真的你就是要一直看啊 你看到没有 我基本上全程一直在倒着走啊 那没有 也会卡摩的说实话啊 然后都那个小提琴的话一定要这样的看抬手老交鞋哎 然后这边的话没有抬手 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因为我怕这个距离不太够啊 或者说或者说怕的来不及啊 交鞋的话有点慢 那么我们估摸一下像鸟的话12秒就结束了 记住12秒就12秒 那么一定要这个注意这个时间的话来判断 然后的话我们这时候反绕他哎 他想他竟然想反绕我看到没有 他竟然想反绕一个先知哎 我的妈呀 我看到他了看到没有 我们透视能透视他5秒钟 我看到他从这个马戏团的左边绕了一圈过来抓我 我的天哪 他真是太太帅气了 那么完全就给我们很多的一个距离拉开了 我真的很感谢哦 谢谢你反绕我真的很厉害 我小弟请给你点赞哦 那么这个时候话我们继续拉 继续拉走 因为他这个插眼 所以说你没有必要下这个板子啊 然后的话我们继续看他一下 他想反绕我 然后这个弦怎么躲啊 我们就看他弦头 然后再看他这个人的位置大概估摸一下啊 然后这边的话这个这个三板的话 这中间这个板子下下来一定要记住 中间板子三中间下下来之后就形成一个板区了 那么我们扭一下假装往前走 大概估摸一下他要他要放钱的时候 你就往回扭一下 然后他踩中间的板子他也知道啊 然后这时候拉踩完之后我们就去拉点 我们手里有一只鸟啊 已经有三台了 所以说先知先知你看到没有 一直一直倒着走 因为你这个倒着走的这个熟练度来决定你先知的强度 那么所以说这个这个你要多练习 真的我觉得先知 其实你想强化了自己的话 多玩先知啊 这边的话 这个头体就等他抽刀啊 他没有出一阶 他就好办 出了一阶的话 说实话没有后摇挺恶心的啊 我们左扭扭右扭扭 绕着他身后来他必须拉得着 你看他抬手 那么鸟输了没关系 我们等 等他差不多鸟快到了时间的话 我们翻过去 13秒12秒翻 然后翻完之后再绕 再吸鸟 再吸两口 然后这时候鸟又出来了 发前面 有无限之鸟啊 只要你吸得猛 哦好多之鸟 哇这个弦 然后看这个地上的线也可以躲啊 他这种长的线 你看到这个地上 你长的鞋 你看到地上啊 你就能够很轻易的躲掉 那这边的话 哎 他抽一刀 我们再盖这个板子 我再吸两口 然后再绕一下 然后这边电机快压好啦 然后我们刚刚前面排过地窖 所以说这把 我要走地窖 我要六他五台加走地窖 哇秀翻他 那么这把你们猜猜我扣血了没 哼哼哼哼哼 这边90了哎 我就要鸟了 这边90电机 因为我感觉这个电机啊 就是说我怕等下不够万一扣血了 我不想让他扣血 哎 因为我要满血 我是帅 鞋的鞋的 我必须要站着走路 哎 往回一楼 往回一楼看到没有 这个小低情的话说实话 呃 是个五阶多的啊 所以的话有点呆势也正常的 然后我们上二楼 然后这里开开机开 然后再吸两口 然后哎 在在这边的话停顿一下 他插眼好 不着急 我们看到漫翻了啊 他反绕我 其实我想看到会反绕 我想看到会不会那个 上二楼 结果他反绕我好 没有关系 我们这时候可以吃钱了 这个时候你就要吃钱啊 因为这个时候的话 你不吃钱的话 拉不开距离 啊没关系 我们走 鸟又回来了 然后走 扭一下 加速人叫鸟 哎 我还有飞了 没交往的小弟姐 哦拜拜